瑞穗贺钢文旦即将进入采收节前夕 瑞穗香农会今天上午结合花莲县农改厂 特别举办文旦幼讲习训练课程 除了规划农机具种类与保养 针对采收前夕文旦幼果的田间管理 用药安全等问题进行解说 民众也能够透过微调管理 让文旦幼的品质更上一层楼 鲜绿正三角果形的文旦幼悬挂树梢上 再过两个星期白鹿节气就可以采收 瑞穗香农会今天上午就结合花莲农改厂 特别开办这一场文旦幼讲习训练课程 希望农民在采收前夕再次微调管理 让今年的文旦幼品质冲到高峰 你自己的幼稚园的幼稚品质 你自己要知道 我去就采个两颗来试试看看 到底幼稚还要不要再加强 已经很熟了 那就顺着总教 甜度不够的 你后面就要开始赶快再做一些不救 可能要催一下 或者你要可能要延后采收 或者可能你的调整 赶快再进行 除了理肥安全用药 以及微调管理文弹用 再者农会也积极辅导 农产业朝机械化来迈进 因此也规划了新农机聚种类的介绍与保养 让农民从事农务工作时更加安全 气流容易挥发 机油容易流下来 所以当你的那个化油器里面残留着这些机油的时候 它连刺住会有一个油墨 它里面是有根油枕的 那那个油墨被塞住之后呢 你的化油器就会容易阻塞 化油器阻塞怎样 你要发的就发不动 今年白鲁节气距离中秋节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农会也透过了采收期前的讲习训练 希望让今年文旦幼整体品质达到一致 让消费者今年中秋节都可以吃得到最安全最优质的文旦幼 再做一次的教育训练 在我们的这个分级包装的部分 一定要再次的强调 让我们这个优良的国品能够做好建立好 更完善的一个分级制度 让我们的消费者更有信心来采购我们的花莲瑞瑞荷钢文旦 文旦幼不仅是瑞瑞乡最大宗的农产 在宗面积更是居全台之冠 为了确保文旦幼农产品质也提升农民的生产技术 如是将农会年年月月办理各项农产业的讲习训练 提供农民温故知心吸收新知的学习平台 也深受农民的肯定 每一堂讲习训练课程都坐无虚席 常常爆满 记者是宇兰瑞瑞瑞采访报道